大家好,我是Ricky 今天的影片和大家分享一下 题目是 Salary Tax, Approved Charitable Donation 新讽税, 应可慈善捐款 我会利用一题ACCA历界市题 部份的内容, Multiple Choice 和大家分享一下有关这类型的题目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以下题目 先看题目的要求 题目要求就是要找出 Yanny 的法定最高限额 有关于容许扣减的donation 第一样东西 第二样东西亦都要找出 它的net chargeable income 应货税入息实压 在货税年度2017-2018年 我们来看看题目的本身 题目 在2018年3月31日 即是货税年度最后一日 Yanny 赚取年薪的收入是95万 而Yanny 产生了两种支出 在这个货税年度 第一个就是可容许的 专业会员资格的费用 第二样东西就是个人进收开支 金额分别为3千元和12万 Yanny 婚姻状况是single单身 而它有一个捐资 这个捐款是35万捐给公益金 而这个公益金的慈善机构 就容许可以扣减 那么在这条题目 我们先看看第一样东西 法定最高最多的上限有多少 可以扣减 法定上限在这个财政年度 2017-2018年最多可以35% 如何为止35%在 of 一个 amount 的限额是多少呢 即是 第一样东西 是要计出 那个慈善捐款可容许的上限 是多少呢 换句话说 就是将 Accessible Income 减去 outgoings and expenses 也都可以减去 折旧 税額 depiciation allowance 是根据 税务条例 session 12 酷1 的A 另外 depreciation allowance 是根据 session 12 酷1 的B 然后 depiciation allowance 减了之后 整个数 乘以 35% 就是可容许扣减 的 慈善捐款 的金额 我们来看 条题目 应用 这条公式 Accessible Income 应平税入息 这条题目 应平税入息 Ayemi 在这里 就指得 他的工资 salary 95万 换言之 在这里 就是95万 而 outgoings and expenses 在这里 有两个数 三千元 是Professional Membership fee 另外一个 是 个人进修开支 分别是三千元 和十二万 在这里 根据 session 12 酷1 再酷A 在这里 就只可以是 属于 Professional Membership 这个费用 才可以扣减 而 12万 这个数 个人进修开支 就不在 Session Q1 Q1 QA 里面的 范围当中 所以在这里 就不可以 减 12万 这个数字 当然 这个12万 个人进修开支 是可以扣减 但是 现在是计算出 上限的 Triple Donation 所以在这里 就不包括 另外在这条题目里面 Yemi 也没有一个容许 Deprecation Allowance 所以在这里 就没有 Deprecation Allowance 可以扣减 换 换言之 这条题目 95万 减三千元 再乘回 35% 就是Yemi 可以上限 可以扣减 慈善捐款 那部分 在这里 计算 的数字 就是 331450 就可以扣减 那 Yemi 在这里 他实质 给了 35万 捐款 给公益金 虽然 这个公益金这个数字 是Proof 但是 看回上限 那么最多 就可以 扣减 这个数字 331450 那 第一部分 这里 就处理完了 那 另外 要找出 Yemi 的 Net Chargeable Income 那 我们 继续再看看 那 就是第二部分 要找出 Net Chargable Income 我在这里 简称 NCPI 那首先 要看看 总的 Accessible Income 英评税入息是多少 那 刚才都看过 Yemi 只得一个 英评税入息 就是 他 Salarry 那在这里 就是95万 那么我们在这里 可以放回 个数字 Accessible Income 95万 另外 可以减去 容许减的支出 比如在这里 包括有 这一部 刚才都见过的 刚才都见过的 Professional Membership Fee 题目 在这里 三千元 那么 我这里放回来三千元 可以扣减 另外 可以扣减的 刚才都说过 是 个人进修开支 Self-application Expanses 题目 题目 Yemi 就产生了 十二万的个人进修开支 但是个人进修开支 每一年的货税年度 都有个上限 所以 大家如果做题目 要留意 你做哪一年的货税年度 要看回 当年的货税年度 有关的上限宽减 在2017-18年度的上限宽减 个人进修开支 就是十万 所以 虽然 Yemi 用了十二万在个人进修开支 但是 上限宽减 只可以在十万 在这里就要寻十万元 另外 刚才都刚刚计过的 认可慈善捐款 可以在这里放下来 Approred chargeable donation 刚才都计算完 就是331450 另外 在这里 所有的开支 Yemi 产生过的 都放下来 另外 在这里 因为Yemi 是Single 单身 婚姻状况 是单身 那么 在这里情况之下 也可以宽减一个叫 基本免税额 Basic Allowance 单身 在2017-18年的货税年度 就是 十三万二千元 每一年 每一年的货税年度 基本免税额 也都有不同的 做题目当中 也都要留意 相对应的货税年度 是哪一年 就找回哪一年的 基本免税额 放回正确的位置 最后 放下所有的 可宽减的费用 在这里 只有一个 accessible income 在这里 运算之后 总金额 就是 383 550 最后 整体 Ledge chargeable income 应货税 入息实额 就是 383 550 第二部分 都处理完了 在这一条题目里面 同学 要留意 做题当时 第一件事 要计算 认可 慈善捐款的话 就不要 将 accessible income 减了所有 应减的 在题目里面 应见到的费用 就减了 就不是的 要留意 留意 sale education expenses 就不包括 在内在里面减 因为session12 Q1 QA 里面不包含 作为outgoing expenses 里面一个费用 所以要减了 另外 要留意 因为每一年的货税年度 可宽减的 免税额 都有不同 包括 个人进修开支 亦都有个上限 要留意 这两点就可以了 最后 因为这一条题目 是做mc 所以 这个 计算方向的内容 就是 为了mc 计算 但是如果 同学们做 short question 或者做long question 的话 也都要写回 正确的format 规格 最后的答案 就是 D 正确答案 383 550 影片 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